明星期待 早点视频健康型的时间 温哥幕见到注册中医师吴刑影医师在此 大家好 阿妹你好 疑师今集我想讲讲 有关一些女士内分泌失调 导致有一些身体的问题会发生的 最常见就是我们知道 女士每个月都会有月经 而这个月经和一些内分泌 就一定会不多不少有一些关系 所以今集想请教你 如果内分泌失调 对我们女士的身体 通常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如果你平时是睡得差 生痘痘 容易烦躁 或者容易水肿 甚至皮肤表面容易生毛发的情况 你就要留意 因为这些有机会反映你身体的内分泌 出现了问题的症状 正常来说 女士的月经就大概28至32日来一次 而每一次大概3至7日左右完全干净 假设如果你的月经周期 是超过了35日或以上的话 即是你的月经延迟了超过一个星期左右才来的话 这些也有机会反映你近期的内分泌 是比较差的一个情况 除了月经之外 容易生毛发 也会反映身体内分泌出现问题的症状 而这种症状很多时候 会与身体的卵巢分泌有关系 例如多浪卵巢综合症的女士 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 会比较容易出现 假设如果你身体容易胖 喝水都会发现 没有胖的情况 也要留意 这个也有机会出现 一个内分泌失调的症状 除了跟我们的卵巢制造内分泌功能 有关之外 亦都跟我们的甲状腺素低下 是有关系的 最后就是睡觉 如果你平时容易睡得不好 甚至没有办法入睡 这些情况 除了跟我们的性荷尔蒙有关系之外 亦都很大机会 跟我们的甲状腺分泌出现混乱有关系 意思好像就是说 除了你说肥胖的体型 好像是女士乳房的胸型 也有机会会改变 是的 假设如果你的胸容易出现一些肿胀 甚至按下去会有刺痛的感觉 这些也有机会是内分泌出现混乱的状况 当然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说 我们有机会去看看 会不会跟肝气屈结有关系 肝气屈结的人士 除了乳房容易胀痛之外 亦都会令到我们容易觉得情绪繁躁 心烦失眠 甚至是离月经的时候会出现惊痛的情况 嗯 刚才你说的一些症状 有机会就是内分泌失调 但是确确实实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有没有说 一些我们自己 可以能够改变到一些的习惯 可以是改善到这件事情 当然啦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都会建议你们来做一个中医的条理 通过针灸 以及中药去改善身体的体质 如果以针灸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会建议在即将排卵那段时间 大概是月经干净了之后的7天 过来做一做针灸 以及即将来M的时间段 会建议你们再过来做多一次针灸 平时来说我们可以注意 作息要定时 以及避免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学业过于忙碌的情况 令到身体没有那么大压力 自然内分泌的调整也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当你如果是比较难睡觉 或者是暗瘡比较多的情况下 避免吃一些辛辣 以及煎炸的食品 也有助于 调理自己身体的状况 当然平时也都要做些运动 不要太多 即是适量运动 一个星期大概要有两至三次的运动 而每次可以坚持到15分钟为之合适 有时我听到可能有一些女士 她内分泌失调 可能造就了一些 我不知是否是护科病 或者一些疾病 我知道有一件事叫暖瘡 又是什么意思呢 暖瘡顾名思义就是温暖子宫 我们可以透过用忠药和针灸的方法去改善 忠药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保肾抑精的忠药 去令到我们的子宫得到疏通的功能 而针灸可以刺激局部的穴位 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天书、气海、关元、子宫等的保肾穴位 去强化子宫附近的气血循环 从而令到新的气血可以进入到子宫 而令到我们的子宫重新运动 当然还会有很多一些不同的暖宫方法 例如我们可以用暖宫的精油 或者是姜油去猜游小腹部 也可以找一些有电疗功能的繁石 去疏通局部的气血循环 我知道有一些月位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女观众 可以改善到内分泌失调 不如请你解说一下 有以下这几个月位可以推介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第一个月位我想推介的是白蕙月 白蕙月会位于头顶正中间 通过刺激白蕙月可以做到疏通经络功效 令到我们的气血循环更好 也可以带动到身体的阳气向上提升的功能 第二个想和各位推介的月位是我们的阴灵泉 阴灵泉这个位置位于我们的小腿内側 在菠萝灵泉的地方 在菠萝灵泉的地方 这个月位也有助于疏通经络 以及可以做到一个保神养音功能 第三个月位是神穴 神穴是位于我们的陶穴正中央的位置 这个位置当然要用一些温通的方法去调理 例如我们可以拿些花椒或胡椒 中碎它拿布包住 放在肚瓷孔那里 去做到一个温通的功能 又或者我们可以拿些热毛巾 暖敷它也可以 这个位置也有助于可以提升我们的腎羊 第四个想和各位推介的月位 就会是我们的大椎月 大椎月就会是我们的颈底 以及背部顶的地方 透过初松大椎月 也有助于令到我们的毒物可以走得更加顺畅 从而令到我们身体的阳气容易提升 最后一个位就想推介泳传给各位 泳传就会位于我们脚膀底症中央的地方 就会偏向前脚掌少少少 通过刺激泳传也有助于做到一个补伸功能 当然了 如果你未必只手足够力去搓入它 也可以在晚上 洗完澡这个时间段 拿一盘热水浸一浸脚底 也可以帮助到刺激涌存 意思是刚才你提及过 就是说初游这个月位 初游其实正确应该怎么做 以及我们应该有什么秘诀要注意 如果以初游月位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跟随时针为补 逆时针为射的方法 例如我们想初游大追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随时针的方式去初游它 假设如果你觉得你身体比较容易见冬 尖寒尖冬 或者是感觉自己经常都头晕晕的情况 那你可以顺时针 初游大追 但是 反而来说 觉得一期容易后咙痛生非之 或者睡觉比较难入睡 精神难集中 我们可以逆时针 初游大追 去帮助我们疏通经历 那当然 如果你真的不记得的话 都不重要的 你每个月位 以手指按压大约三至五分钟 按压到月位有少少鸢鸢鸢鸢鸢 那就可以了 嗯 那希望以上的资讯 今集可以帮到大家 特别女观众 都希望可以适用到在你们身上 那当然 如果你们发觉事态严重 那其实最好都是立即求医 在影片资讯栏 可以找到形影医师的联络方法 那就和他们预约 请教一下他们 又或者如果大家观众 你们都有一些健康的话题 是想医师和大家拆解的时候 那不妨可以在影片留言区 留下 我们看到 都会请医师去讲解 或者去回答大家 下一集我们继续又再去请教 形影医师了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 无私奉献 达至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详细阅读